吴欣宇 我们来看一看本期传行讲座了解的旗形 我们本期讲一个关于单关脚的一个变化 单关脚 非常多件 以后白旗在这里拆住 黑旗防守住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接下来的部署肯定就是说白旗在这一带分头 黑旗拆过来 我们就了解一下 黑旗正式结构应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 比较完整 也是不错的 当然对于这个地方 完全算成黑旗的空 白旗可能还是心有不甘 肯定想在这一带施展一些手段 那么这里面白旗有些什么手段 以下有些什么变化 我们就是本期需要大家来了解的 白旗对于黑旗这个形状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基本的手法 那么就是白旗靠山山 靠山山 靠山山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白旗啊 就是说在这个黑旗的这个正式范围内啊 留于长流的这个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目的啊 这个靠山山 白旗靠山山 并不是说我白旗在里面活一块啊 因为这个活一块本身是非常难的啊 不太容易的 那白旗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说呢 想在这个通过这个靠山山啊 找到一些这个头绪 或者说找到一些这个借用 来呢 在外面呢 取得一点点便宜啊 他呢 就觉得还是就可以了 那么 靠山山以后 黑旗如何应对啊 我们呢 来仔细看一看 黑旗的应对呢 主要有两种方法啊 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说 弧啊 这可以说呢 是最简明的下方 最简明的下方 弧完以后 很明显啊 这个脚算呢 白旗呢 是无法做活了啊 是无法做活了 那白旗呢 怎么利用这个靠的余味啊 我们来看看 白旗利用靠的余味呢 有两种方法啊 第一种就是这个扳 用这个扳 靠完以后扳 这个也是一个后续手段 作为黑旗来讲呢 黑旗 打吃 当然也是没什么问题 这个脚呢 彻底是结实了 那么白旗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呢 白旗在叫吃 白旗在叫吃这个 以后通过啊 弃掉脚上这一纸 获得了这个一扳 一打的这个便宜 获得了这个一些便宜以后呢 有了这个纸的帮忙啊 然后呢 再靠上去 再靠压这个黑旗 通过气角 嗯 靠压这个黑旗在外面呢 取得便宜 这个可以说呢 是白旗啊 这个想达到的目的 接下来黑旗扳啊 白旗退 黑旗顶 这个白旗就退啊 这时候我们呢 就能看到啊 这个纸的这个作用 这个纸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纸的作用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啊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么黑旗呢 就可以安心 这个拖先不走 就可以拖先不走了 你以后这个段呢 没有用 黑旗打这个也行 打这个也行 那么有了这几个的交换以后 有了这几个交换以后呢 那么 这个段 这个段点啊 这个白旗打 白旗打吃一下 黑旗提掉啊 那么这个段点呢 就成立了 这一段呢 黑旗 没有办法这个抵挡 这两个纸呢 要死掉 所以黑旗呢 还得补一手啊 黑旗呢 接下来呢 还得继续补一手 那么无形中呢 白旗通过这些废纸啊 获得了先手的外面的这个便宜啊 这个白旗呢 也是呢 不错的啊 也是这个白旗也是不错的 当然了 黑旗也能接受 把这个实地啊 都走得很结实的啊 没有任何 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味道了 这个呢 是根据这个情况啊 当然有时候啊 黑旗如果他说觉得外面大 黑旗如果说在你搬的时候啊 在你搬的时候呢 觉得外面大啊 我觉得外面不很 现在局面还很广阔 脚上比较小 黑旗也可以考虑呢 选择退的下方 选择退的下方 那么黑旗退啊 是照顾了外面 虽然说照顾了外面 但是呢 给白旗呢 留下了一个活脚的余地 留下了一个活脚 白旗以后一立 这个旗就活了 这个旗就活了 虽然这个脚我们说啊 活得不是很大 活得不是很大 那么接下来黑旗立啊 大家注意黑旗先立的是这个好手 如果直接打白旗一弯啊 这就四目活了 一立啊 那个白旗呢 只能小肩做活 只能肩这个做活 那么黑旗再搬 白旗再双 这个是两目活 虽然这个 我们说这个白旗活脚很小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毕竟留有一个活脚的手段 留有一个活脚的手段 以后呢 就是说呢 白旗 留有这个活脚 或者把它帮住一个光子也好 有这个手段 白旗呢 就可以呢 暂时 走了这两个便宜以后呢 暂时可以在其他的 大厂的 去行骑 当然你不要急急忙忙去活 急急忙忙活就太少了 那么以后呢 黑旗要走呢 它也只能老老实实的补一个 就是黑旗等于在这里面补一手 这个效率呢 就会比较低 就会比较低 所以呢 可以看中的这个是 白旗通过这一靠 这一般以后 获得了这个一定的便宜 这是黑旗虎后 白旗般的变化 黑旗要想取缔 黑旗 去找射 不过要忍受呢 白旗压了以后尝的呢 这个鲜手味道 如果取势呢 就退一个 外面虽然很厚 但是呢 里面啊 白旗呢 会留下一个火脚的余味 这个是让黑旗难受的地方 至于你是选择脚地 还是选择外室 这个要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而定 还有一种呢 白旗呢 它就直接 不是我帮你退嘛 是吧 你还可以这个 选择取外室 白旗我觉得外室重要呢 还有一种直接下法呢 就是说呢 就加一个 我帮都不帮了 只能帮了 你还有退的可能性 我就直接加 直接加 加的时候呢 黑旗有这个有两种硬法 一种呢 就是利 一种呢 就是打吃 如果直接打吃 可以就说 就还原成刚才那个旗形了 还原成刚才那个旗形 就是说 等于我打吃一下 这个就还原了 那白旗呢 依然可以接着 这个 靠这个 依然接着靠这个 这个白旗呢 干脆就去世 去外室 还有一种呢 黑旗就利 利的好处呢 就是说呢 不让这个白旗在这里打一下 但是它的坏处呢 就是要被白旗啊 在这里外面 尝一下 你就会在外面尝一下 尝在这个黑旗 还只有脏 因为你不脏的话 这一段要出事情 你怎么脏 你要是打在这呢 他一打一打 这个针掉了 你要脏在这呢 这一打就死掉了 所以它这个肠呢 几乎还是鲜少 那你只能粘上 那么这个外面呢 又白白的 被白旗啊 多出来一个子 对白起来多出来一个子 虽然这个底下好一点呢 但是似乎呢 用处啊 这个更加的小 更加的小 那么就是说呢 嗯 这个旗我们认为呢 还是当家的时候 白旗还是一手 打吃在这个二路的 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嗯 这样呢 给白旗呢 以少的变化呢 为妙 以少的变化没有 不要给对方呢 留下太多的余味 那么呢 以后呢 白旗呢 再靠住啊 这个可以说呢 是一个这个变化 一个变化 白旗干脆就 我就不搬了 不给你退的选择 直接就这么走 这样呢 也是一个靠退以后呢 也是一个正常的啊 这个下法 啊 这个下法 这样呢 白旗呢 先手在外面获利 但是呢 把黑旗搅递走实了 至于好坏啊 要根据这个全局的情况而定 全局情况也定 可以说呢 黑白双方呢 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下法 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下法 那么 这是黑旗虎的变化 黑旗虎的变化比较简单 那么还有一种变化呢 就是说 当白旗靠的时候 白旗不老在这边利用吗 黑旗利一个 防止你这边的借用 但是呢 嗯 这个下法呢 也有 啊 但是在这个 对于目前这个旗行啊 这个利的下法呢 就是说 在石正龙肯定也见到 但是呢 要注意这个周边旗子的关系 就目前这个旗行而言啊 这个黑旗啊 只是在这边拆了一个山 拆了一个山的位置的话呢 那么呢 我们认为这个利啊 还是不是很好 还不是很好 白旗在这边暂时没有什么手段 但是呢 白旗可以长啊 这个会让黑旗啊 比较难受 这个会让黑旗比较难受 这个会让黑旗比较难受 黑旗 当然得挡 如果现在沾上呢 这白旗这一飞啊 这个活得比较轻松 也比较大 这个黑旗呢 难以接受 因为这个地方的间隔啊 实在是呢 有点窄啊 比如说你就做 这个白旗活得太大了 这个白旗活得太大了 这个黑旗不能接受 那么呢 这时候黑旗 当然要挡住啊 全杀 全杀这个白旗 全杀这个白旗呢 白旗呢 当然也要小心 也要小心 如果什么旗都没走出来 那就白白的死在里面 白的死在里面 肯定是不行的 那白旗呢 在这里有些什么手段呢 我们来看看 白旗啊 扳了冲断啊 这个是 有点是这个教科书里的手段啊 但是呢 对于目前这个形状来说呢 并不是太好 扳了冲断 现在呢 黑旗当然不能打吃啊 这个打吃的话 白旗一吃 提 那白旗一打 打了一挡 这个黑的就是说呢 就死在里面 就死在里面 这个呢 当然是黑旗不行的啊 那么断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呢 也很简单啊 黑旗呢 就老老实实退一个也可以 也可以 虽然你断着一下 那你接下来接上 接上是吧 那么我呢 就跟着印一个 就跟着印一个 这个如果你接上 黑旗 我就实在不行啊 我就印一个 这个局部来说 你这个旗呢 还是 无法进火的 还是无法进火的 你挡我就搬 你挡我就搬 是吧 你虎呢 我就点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进火 没有办法进火 所以说呢 是没有用 你如果虎一个 虎一个虽然 就是说呢 以后这一挖 就能打结 打结虎 但是呢 我就不用补这个 这个我不一定 就是非要急着补 那么我就 点这个 吃 这个白旗呢 也不行 白旗也不行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白旗也不行 那么作为白旗来说 它最强的下法 那么就是弯着 弯着 但是就在目前情况下 黑旗这个直立啊 比较那个接近的情况 比较就是靠的比较近的情况下 黑旗呢 也可以考虑这个点 强杀的这个白旗就收到 这个白旗呢 接下来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 如果你粘 那么它就服 这里面呢 已经活不了了 那么你弹呢 这个黑旗呢 就收气 就收气 你这个打出来 黑旗都跟着硬 由于这个局部啊 就是说白旗的气太紧了 白旗的气太紧了 这个黑旗呢 都可以完全的撑住 完全的撑住 这个旗呢 白旗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可以说这个旗呢 也就白白的死在里面了 可见白旗现在 如果说你还是急急忙忙的往里面去 要做活 要做活 那么呢 这个旗啊 就是说 呃 还是稍微显得有些超值过急 超值过急 这是另外一种 如果你挡在这里 挡在这里 那么黑旗呢 依然呢 可以去撒白旗 撒白旗 撒白旗 这个旗 你这个外面冲断啊 等于呢 是没有用处的 没有用处 再冲 冲断呢 这个是没有用处的 它就打湿 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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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没有漆 里面漆呢 也不是很长 那么白旗在这里呢 到底有些什么好手段呢 还有一种很顽强的 啊 那么我扳 扳的连扳 啊 这个是非常手段的 啊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呢 说实话呢 也是呢 非常的勉强 本身呢 它是非常的手 啊 这黑旗 直接给你开截 啊 也可以 甚至于它呢 打在一路 这个也可以 这个白旗是非常难受 你要强行做截呢 还只能这么做 那么把外面黑旗都走厚以后 这个里面再打截啊 白的呢 也是非常的累 也不太好啊 这时候如果说还有 哎 那我冲断呢 冲断这时候没有用了 大家注意啊 黑旗可以提在一路 它不断打这个 它提在一路 你这个打了 挡呢 打了挡住的话 它现在可以拐了 你这个白旗呢 没有用 也就是说 虽然你尽管有一路 连帮啊 顽强做个有点耐皮结的这个旗呢 但是呢 毕竟呢 还是太勉强 还是太勉强 那么 在这里直接一带动手 好像 哎 没什么棋啊 那我这不靠两下 是不是全损进去了 没关系啊 其实这个里面啊 味道还是非常的多 还是非常的多 嗯 白旗呢 只要把思路 稍微开阔一点 就行了 同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 白旗我去靠进去 只是找些借用 并不是为了非要活出这个脚来 有了这个思路 接下来呢 就很好办了 这时候啊 白旗有个好旗 靠 靠在外面 啊 保留这里的余味 而不用 这里靠 啊 那么呢 黑旗如果补 那就不说了 这个白旗这边 我这外面 所得非常大啊 黑旗不还是吃了这个脚吗 这个边没了 变成白旗了 黑旗得硬啊 但如果你搬这个 白旗这个简单自长 你不能走这个啊 走这个我直接就给你冲断了 这个冲断啊 这个黑旗已经不行了 这个大家自己呢 计算一下 那么你只有爬 那爬的时候呢 白旗我就搬 我就搬 这个里面味道还没解决 这外面已经被这个白旗啊 这个全部压缩到二路去 全部压缩到二路去 这个黑旗呢 也是明显不行 明显不行 因为刚才我鼓住 我鼓住以后 白旗只不过是啊 我们看看刚才那个形状 白旗呢 只不过是从上面先手靠压两下 走成这个模样啊 这里搬了和打了交换了一下 那么现在我去为了吃大一点点 这个旗啊 已经被压缩成这个模样了 而且里面味道还很坏 比如说这个联斑 这个冲断 还有种种味道 这个黑旗 那么如果你从上面斑 如果你从上面斑 那么白旗也就简单退一个就可以了 随时要冲断你啊 你压 那么我就从底下度过算了 你要是走这个呢 这一冲断不行 这个种子来说呢 白旗只要引而不发啊 保留这个味道 现在这边走这个黑旗呢 已经就是很难办了 你走这个退呢 白旗就斑 一虎 这里要断 这里要冲断 这个旗呢 黑旗呢 不好 不好的 那么呢 我们呢 也就是说啊 这个 从这一些这个结论来看啊 结论来看 黑旗啊 在白旗靠的时候 这个 在目前这个配合情况下啊 这个立下来 再挡住 想这个 全杀这个白旗啊 一点不退了 全杀白旗的手段呢 是呢 过分的 是过分的 那么黑旗 就这个旗行局部而言 当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呢 还是应该啊 老老实实虎一个 虎一个 老老实实虎一个 那么白旗呢 就加一个算了 就加一个 然后呢 在这边 取得一些这个借用 取得一些这个借用 你要不斑 也是一样的啊 它就压过来啊 这个你都只有退让 它就算 这样 以后还是长头子打得长出来的 或者是 它就直接压住了 这个收光的味道 这个呢 是双方可以说呢 是一个 这个结果啊 是双方 就这个局部而言 白旗靠以后 一个双方呢 正确的这个变化 结果来讲呢 就是说呢 黑白双方呢 都是能够这个接受的 白旗得势 黑旗得地 这个双方都是能够接受的 那么 嗯 有些旗友就说 哎 我怎么印象中间啊 印象中间 哎 白旗靠这个桑桑的时候 黑旗有利益的下法呢 确实啊 有时候 这个旗啊 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呢 是有利益的下法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啊 这个外面的旗形 就是说 当这个外面是这个开拆的时候啊 这个是开拆的时候 这样的对局是有的 那么 白旗啊 再进去靠的时候 黑旗呢 就有这个利的下法 这时候利的下法呢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如果这时候你再虎啊 那么 白旗呢 就会借用这个外面啊 借用这个外面呢 轻松的啊 再拆个二 就是呢 比较容易的破掉这个黑旗的 这边的实地 破掉黑旗这边的实地 那么呢 当黑旗立的时候呢 它主要呢 是这个 要照顾到这个右边的实地 因为右边比较宽广 而这里呢 相对又窄一些 然后白旗接着长 接下来白旗这个旗接着长 这时候呢 黑旗呢 也要注意 嗯 挡 虽然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我们刚才也都说过啊 这里面黑旗啊 白旗一样呢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没什么的 虽然现在啊 由于这个地方没有接印 白旗可以直接冲了 挡住啊 啊 这个可以算作女先手 可以算作女先手 因为你这个要断 断直接就藏出来 那么 那么 那么其实黑旗呢 它也就老老实实补一个啊 你等于这一串的交换啊 这一串交换以后呢 把黑旗这边的实地都走得非常的实了啊 走得非常的实了 那么这边的这个里面呢 也还只是一个什么呢 打结杀 立下来啊 白旗点 这个呢 是个打结杀 白旗靠 黑旗打是白旗打 白旗提掉 这个时候不能虎啊 虎了就成了这个 比较著名的这个小猪嘴了啊 这个就要被黑旗啊 斑点杀啊 这个斑点杀 这个呢 是白旗要注意的 所以白旗呢 还是不能啊 在里面急着做活 但是尽管如此啊 这个黑旗这个打啊 还是不是太好 为什么 和我们前面所说一样 白旗你不要急走 在外面呢 寻找到很多味道以后呢 有很多借用 可以柔软一点啊 柔软一点 这里还有搬了冲段啊 这里边有打入啊 甚至于高打入 种种的借用 因为这些都是先手啊 以后呢 甚至于来说呢 还有这个靠 靠的这个手段 也很呢 就是说这个很厉害啊 也很厉害的 这些都是呢 黑旗呢需要注意的啊 比如说这个靠一个也很厉害 如果你不走 那么白旗不舒服 如果你走这个 那它再搬 这个总之来说呢 黑旗的味道非常的坏 这一段这时候就成立了 这时候就成立了 如果你再退呢 那么这时候直接就可以吃掉这个了 是吧 直接加这个也行 这个手法很多了 如果你搬在底下 靠的时候搬在底下 防止刚才那个呢 那白旗可以搬 黑旗打吃 长 这不能被爬过去啊 嗯 一样的 白旗一样的 可以在外面呢 获取不小便宜 获取不小便宜 那么所以 对于这个形状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黑旗呢 还是应该贯彻当初的这个目的 守住这边呢 这个 还粘上呢 比较厚一点 比较厚一点 干脆就粘上 比较厚 白旗虽然可以活个脚 那么黑旗呢 干脆就算了 你不走了也行 走一个也可以 让白旗活个脚呢 继续经营呢 这个外面的这个 大的这个方向 大的这个方向 这个呢 是黑旗呢 可以考虑的啊 还是粘上呢 也是非常厚实的这个下法 那么呢 对于这个无忧角 而不是这个单关角 拆过来 以后的这个下法 我们呢 就是简单呢 做一个这个总结 简单做个总结 白旗靠 是这个局部 是这个局部呢 就是说 嗯 一个适应手 的一个下法 那么作为黑旗 对于它的应对的选择 主要是一个虎和一个利 那么什么时候虎呢 当这边黑旗拆得比较小的时候 当这边黑旗拆得比较小的时候 这边 这个没有什么发展的情况下 那么黑旗应该虎住啊 守住这个脚上的实地为主 以下的变化呢 就是白旗加一个啊 靠出来 白旗呢 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施展手段的余地 嗯 如果在黑旗这边 这个发展情况比较大的情况下啊 比较大的情况下啊 像这样啊 甚至于说像这样的一个意思 在情况下那么黑旗呢 应该是利啊 守住这边 这个下法 那么呢 这个利就比这个虎呢 要好一些 要好一些 嗯 通过这样一讲呢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呢 对于这个白旗靠的应对啊 应该有个简单的这个轮廓啊 有个简单的轮廓啊 什么时候虎 什么时候虎 这边窄的时候虎啊 什么时候利啊 这边宽的时候利啊 我想大家有了这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对局中呢 你就呢 不容易啊 出现这个选择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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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